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 缴税费有回馈的攻略 比如说像画面上看到的 电话费、电费、水费、房屋税、燃料税、国民年金或者是劳健保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有回馈呢? 很多时候你如果直接用信用卡去缴 其实没有回馈的 但是如果你搭配行动支付 其实回馈还不少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重点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准备10张信用卡 搭配行动支付或者是APP 缴税费有高额的回馈 最高有到17%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10张卡片如果都没有入手的话 请你尽快申请下来 那你接下来只要做排列组合 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每个月总共可以缴多少钱来赚回馈 我会帮大家计算一下 最后还有一张就是2%好用的卡片上限非常的高 提供给你参考 好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要来介绍10张高回馈信用卡 我们先从排行榜第10名开始介绍 这个是玉山Uber卡 玉山Uber卡其实在最近应该也算是比较少人在使用 它的升量像以前比起来没有那么大 不过呢它早期可是网购神卡的 那网购神卡的部分 其实它有针对非实体交易有3%回馈 搭配橘子支付在超商做的消费跟小费 一样都有3%回馈 好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 怎么去找这个支付的通路呢 其实你可以去超商 然后它可以接受的行动支付 比如说橘子支付里面 就会有写到说它可以接受扣角的这些通路 像我这边整理出来的就有 水费电费瓦斯费健保费 好那国民年金啊 劳工保费等等都可以 那甚至连交通罚还汽车车的汽燃费 或者是强制鞋的罚还都可以 所以这个算是蛮万用的 那它的活动时间呢 是从2022年的3月1号到2023年的2月28号 所以也请大家在使用卡片优惠的时候 先上官网去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过期了 或者是它的回馈是不是略有修正 这个的话我们影片做起来时间是固定的 但是呢你在使用之前尽量还是去官网查询一下 确保你的资讯就是没有太落伍这样子 那你可以刷多少呢 一个月可以刷1万块钱 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金 这个是当期折抵当期账单 这个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推荐的第10名 提供给你参考 这个呢是我自己实际扣脚 我这个带脚我这个罚单 然后去拿到这个回馈算给你听 那这边的话就是1200块 然后6块钱是超商贷收的费用 那我所使用的是玉山Uber卡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事后还是有拿到这个当期的3%回馈 非常的不错 然后也是我个人确实去实行之后 有拿到回馈提供给你参考啰 第9名 第9名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 跟大家深入的介绍这张卡片 这张SNY信用卡呢很简单 就是非实体过卡 网路交易的部分有5%回馈 所以这一点呢 是很适合拿来做这个举止支付的代扣脚 其实也是有回馈 好你看一下 这个通路的部分也一样 就是你看水费 电费 瓦斯费 健保费 国民年金 劳工保费 劳工退休金 或者是路边停车费 技术式减定费等等 都有 所以你搭配华南SNY信用卡 每一个月呢 刷6000块钱 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金 就是5% 那它会折抵次期的新增消费 这样子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先扫我们左边的 这个画面上的QR Code 就可以进行开户了 开完户之后呢 在线上加办信用卡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非常的简单 好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 是从1月1号到2022年的12月31号 所以如果你是2023年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相关的资讯 请回来我们这边看 或者是在上我的部落客去找最新的资讯或官网都有 这张卡面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实际这个缴款的经验啦 提供给你参考 像我这边 橘子支付在同一超商缴了2比3000元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其实呢 就是我拿来缴这个电费 就是台电APP可以产生你自己的这个电费账单 那每一次呢 上限是3000块 所以我为了要把6000块用掉 我就缴了2比3000元进去 那事实上呢 我到最后结账的时候 我有拿到这个网购5%的现金回馈300元 他会在我下一期的账单直接抵掉 所以透过橘子支付来缴电费 是有回馈的 提供给你参考咯 第八名 第八名是台信agogo卡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 这张卡片其实搭配的是Richard数位账户 那Richard数位账户其实在最近两三年 他的权益一直不断的缩水 我就不是很推荐 那他的agogo卡也是一样 他都有一个5000块的新增消费 非常令人讨厌 但你要怎么去使用它 才能够拿到最大的权益呢 提供给你参考 就是你把台信agogo卡绑定在台信pay 这个行动支付里面 那么你拿着你的账单到小7去做缴费 就可以拿得到最高有5%的回馈 那可以拿多少呢 就很简单 你就稍微除一下 6250乘以4.8就可以拿到最高是300的刷卡机 那剩下的0.2呢 其实还是拿得到的 那6250乘以这个0.2% 算起来好像是12块13块钱 然后也可以拿得到这个额外的基本回馈无上限 这个台信算是蛮佛心的 那可以交什么税呢 众所税 然后像牌照税 房屋税跟地价税 还有健保费 有线电视费 电信费 然后公司力学杂费 只要跟超商有做合约合作的 你家里面的账单拿去超商柜台刷刷看 刷得过就有回馈 那像水费 电费 瓦斯费 路边停车费都有 所以其实台信pay在小7上面的做的缴费 其实是还蛮佛心的 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 那台信agogo卡一定要搭配Richard数位账户 所以你还没有Richard数位账户的 你也可以以新户资格来做开户 这也不错 然后再来申请 都可以 那这边是我自己的例子 这个我在5月7号的时候呢 用台信pay在统一超商刷了6250 然后全银支付也有刷117元 那你看他这边账单结账的时候 他说6367 然后乘以百分之0.2有拿到13块的回馈 那精选消费的部分6367加码4.8% 算起来就是300元 所以这个都是每个月有刷好刷满 就拿得到回馈的 所以也很欢迎你就是把账单整理好 然后依自己的账单结账周期 然后来做缴费缴税也给拿得到回馈 另外一个台信雅购口卡 它其实除了台信配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全银加配的 那我们最近也有在做一个MGM上车活动 上车就是送一杯拿铁咖啡 等于是他们给我的MGM奖品 我就给你了 那一样你把全银加配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呢 把台信雅购口卡绑定进去 持单到全家去做缴费 国税像众所税地方税牌照税 房屋税地价税水费电费瓦斯费健保费 都可以拿去缴 那甚至像汽车燃料费也是可以缴的部分 那它这个游戏规则一样 跟刚刚前面讲的阿购口卡一样 活动期间是4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 那么这张卡片需要有低消5000块 如果没有刷满5000块 其实是不划算的 所以请你至少要刷5000到6250里面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300元的刷卡金 然后再加上0.2%的刷卡金回馈 那现金赐大概赐一个结账日之后的赐一天 它就会到你的户头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蛮不错的 但是有低消5000元 提供给你参考啰 那我用全银支付缴有没有回馈 这边有 就是我在5月24号 就是结账之后 马上去全家缴了一笔6250 那在6月的时候结账有看到了 精选消费6250也可以拿到4.8% 所以就是有300回馈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低调使用啦 这是我个人实测出来的结果跟你分享 下一个排名 第7名 凯基摩拜卡 这张卡片其实从去年推出来 大家就一直在关注 因为它行动支付的部分有6-8%的回馈 那6-8%的回馈的话有包含橘子支付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其实橘子支付可以在小机缴费使用的通路 这些水费、电费、瓦斯费、健保费都符合 那这一次的规则 因为新户跟救户略有差异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从来没有办过凯基的信用卡 那么你现在申请是新户 那新户的话呢 就是一个月刷3333元 然后可以拿到267的回馈 那它是次次月入账 然后每300点来折抵账上的刷卡金 那如果你是救户的话呢 每个月刷5000块 可以拿6%就是多少 5、6、300 就可以拿到300元的回馈金 那回馈金一样就是每满300 可以到账上去选择折抵 然后就会折抵账上的金额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跟刚刚前面介绍过的局值支付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来介绍的是第6名 第6名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将来银行 它有一个活动是给你代扣角10%回馈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 它是从6月1号到10月31号 那现在已经6月底7月初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户的 请你就是先扫码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它的APP里面来进行设定 有哪些代扣角可以拿到10%回馈 中华电信的电话费或者是市化 再来是水费跟电费 都是可以符合资格的 10%的上限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到50点 所以回推就是可以刷个500块钱左右 所以请你找你家里面的账单 水费电费或者是电话费 大概是500元左右的 拿来做代扣角 那么活动期间最多可以领4次50元 就是最多就200恩典啦 那这边的话呢 是我自己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的这个程序 比如说你可以先选 你登入APP之后可以选择缴费 然后申请代扣角 然后绑定成功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就是时间到 他就自动从你的账户扣钱 然后来帮你做代扣角 这是蛮简单的 再来要介绍的是第5名 第5名是中国信托的HomebankAPP 它的活动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是买位数位账户的客户 你就可以拿来代扣角 它的活动每一季会延续一次 所以现在是7月1号到9月30号 你只要有做代扣角的部分 新户可以拿到10% 那10%是怎么算呢 缴3000块的这个税费 那你就可以拿到300元的回馈 旧户少一点 旧户的话就是缴1000块钱 然后你可以拿到100块的回馈 那哪些可以缴呢 像水费 电费 电信费 学杂费 税款 比如说众所税 房屋税 公路监理费 健保费 劳保费 然后劳退金 国民年金跟瓦斯费 还有停车费 都符合规则 所以如果你没有 这个买位数位账户的朋友 也请你就是赶快扫码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就可以赶快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目前它的活动呢 除了刚刚讲到的缴费赚10%回馈之外呢 还有第一次来设定跟缴款中信卡 你还可以赚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这个代扣缴一次就直接送你300刷卡金不错 第二个话是如果你是跟他一起做证券开户 那么完成任务最高可以再拿300元回馈 你在Homebag App每缴一次税费 还可以赚一点的买位点数 这个买位点数呢 可以去换一些底用券 或者是这个手续费的折底金 也是蛮有趣的 未来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完整的介绍 这一个数位账户 下一个 这个下面的话 这个画面是我自己帮大家整理的 如果你要缴费的话呢 你登入APP之后呢 选择中间的收付 然后还有一个缴费中心在这里 那你选择你要的 比如说电费、瓦斯费或水电费 我以电信费为例的话呢 设定好你个人的资料之后呢 其实按下一步、按下一步、按下一步 进行质文辨识 就大功告成 那你缴完之后呢 它会直接从你的账上扣钱 它是扣你账户里面的钱 那你就可以顺便拿到一点的买位点数 买位点数怎么用 你可以在中信的ATM里面去换open point的点数 或者是在APP里面去兑换一些相关的 一些优惠券跟赠品 也是可以使用的 第四名 第四名是 我很喜欢的一个卡组 叫做星光神卡组 星光神卡组有三张 今天讲的有三张都会讲到 第一个是还宇现金、第二个是分析期卡 第三个是OU点点卡 这三张卡片呢 其实就是很适合大家拿来做缴税费的三神卡 那先讲一下还宇现金回馈预计卡 这张卡片呢 请你绑定在FemiPay里面 然后持缴费单 是全家做缴费就可以拿到回馈啦 那它的回馈多少呢? 一个月刷1000块钱的10%可以拿到100点的现金点 那这个现金点入账之后呢 你可以在网银上面来做折抵 那就是以50为单位折抵账上金额 如果有200就可以一次抵完200 这个也是不错的 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扫我们现在左下角下面的QR Code 就可以上车啦 那可以讲的税呢? 有哪些? 其实比较特别的 像是有众所税 地方税的牌照税、房屋税、地下税都有 所以你可以挑你自己的税单 刚好是1000块左右的 用这张卡片缴就很适合了 那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只有众所税可以做拆单 比如说你要缴的众所税是5万块钱 那你可以拆1万、2万、2万 那你就有三单 然后可以用不同的卡片去做搭配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税种、其他的税费 都是不能够分的 比如说牌照税就是一次要一张 房屋税就是一次一张 地下税就是一次一张 所以没办法帮你拆好几张单子 那电信费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要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卡片能有就多办多用 然后搭配不同的回馈集聚来做刷卡 其实你可以拿到最多的回馈 那还有哪些可以缴呢? 有线电视费部分 公私利学杂费部分 水费、电费、瓦斯费、健保费、路边停车费、监理费 然后还有技术式简利费、国民年金跟劳工保险 老公、退休金、解一家等等 这个都可以 那活动的话呢 是从7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有没有延续就要再确认一下 才能够使用 好 那我们这一段来要分享的是 我自己的这个缴拿来做带缴 这个回馈怎么样 比如说我在6月份其实都有持续的在缴 就比如说缴1000块钱 那最快什么时候会入账呢? 会次两个月 所以我现在账上看到的Femipay 4月的100点回馈金 其实是前两个月就已经先刷的 4月刷的6月账单才会看到 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提供给你参考哦 第三名是国泰世华Cube卡 Cube卡回馈的是小数点 这是它的刷卡回馈 但是我们要使用的是它的自动加值 如果你申请Cube卡的话 请你选择iCash版本 因为iCash自动加值的部分 在小7来做消费跟缴费 都是有10%回馈的哦 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我们画面左下角这里 可以就是扫码申请 或是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相关的办卡连结 国税像众所税啊 地方税 爬教税 房屋税都可以 那甚至像台铁跟高铁票 你也可以透过iCash自动加值 用iCash扣管来做支付 一样也是有这个10%回馈 那每个人呢 每个月可以拿到200点的open tone点数 这open mode点数呢 你等于是可以在超商用1比1的方式去兑换商品 这个也是不错 那每个人每个月200岁回馈就是 可以自动加值4个500 也就是2000块钱 可以一次2000块钱 那你就可以拿到200的回馈 它会在次次月回馈到你的帐上 这样子 那有哪些可以讲的 刚刚讲的台铁高铁之外呢 也有监理贵费 像交通罚还 汽车车烟费 强制险的罚还 水费电费 瓦斯费 健保费 这个通通都有 所以呢 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上小期的官网里面 都有教大家说 什么样子的支付方式 可以缴什么样的税种 其实都有说明 这样子 好 那我这是我这一次 那个回去我的账单找的 就是有次动加值2000 然后拿到200回馈 就是这都是拿得到的 所以请大家就是 按照这个程序 登录 然后消费 就一定拿得到回馈 活动期间的话 是从4月1号到9月30号 只要有登录 从当月开始就算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也不错 再来呢 是第二名 刚刚有提到的 星光分期期卡 分期期卡这一次呢 它跟Open钱包 有很密切的合作 你把分期期卡 申办下来之后呢 把它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持你的账单 去超商 然后把账单交给小七店员 打开你的Open钱包 给它扫码 就完成任务了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 是从去年的12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每个月可以刷1000块钱 那可以拿到11%回馈 就是110元的刷卡回馈金 那活动 这个可以折底的 可以拿来做这个消费的有 比如说 有众所税 有牌照税 房屋税 地价税 水费 电费 瓦斯费 然后还有健保费 气燃费 强制险 这些通通都有 所以其实这张卡片的 1000块的刷卡额度 其实很多都可以缴 所以你也可以搭配你身上的账单 来做缴费 都很好 那这是我自己4月份的账单 提供给你参考 4月32号每个月月底 它都会把分期期卡的11% 刷卡回馈金 列在账上 然后折顶你账上的新增消费 所以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刷卡回馈金 非常的好 第一名也是我之前有做过影片跟大家介绍的 星光OU点点卡 真的是缴费神卡 它也是缴税神卡 很好用 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它绑定在FemiPay里面 然后在全家做缴费 比如说众手税 牌照税 房屋税 地价税 电信费 有线电视费 跟公司力学杂费 这些通通都有 水费 电费 瓦斯费 健保费 这个当然不多说 都一定都有 所以把这些卡片都整理好 那到时候有需要就是轮番上阵 来去赚回馈是最好的 那 OU点点卡的话 它有要求就是每周一或者是周三 每周一或周三 到全家缴费 那刷1562元左右的17% 就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 都有完整的介绍说 这个1562这数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边就不再特别介绍 注意它的结账周期是以日立月为主 就是5月1号到5月31号 6月1号到6月30号为它的整个消费的周期 所以请你就是要特别遵守 而不是账单的结账周期 而是你自己的 这个是以日立月的消费为主 好 像我这边跟大家分享 4月份的消费我拿去超商做缴重所税 好 那他6月20号过两个月之后才会回归到账上 那回归273月 好 所以这是点点卡的这个额外的加码回馈 提供给你参考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个主题 就是如果你每个月都用这种方式 然后这样子10张卡片用好用满 你到底缴多少钱的账单可以捞多少回馈 我就帮大家把这些数字全部加总在一起了 好 来看一下 这个总共是5.4%啦 你每个月可以最多可以缴到34312 就是3万多块钱 那你可以捞回来的回馈大概是1800左右 所以回推大概是5.4%的回馈 但因为有一些产品是给你每一季 就是回馈一次 像中信的买位数位账户这个10% 每一季只能拿一次 所以这个回馈率你在下个月做 就会再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3万块左右的账单 搭配这些卡片来做缴税费 其实你真的可以赚的回来一些回馈 大概5-6%回馈 还蛮不错的 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再来呢 最后一张卡片就是 如果有些人你每个月要缴的税费 根本就不是只有3万块 那你要缴30万 40万要用什么卡比较好呢 那就还是要来用这张卡片 就是每个月呢 50万以内都有2%的点数回馈 这就是台北富邦的J卡跟JU卡 其实早期J卡跟JU卡有3%的时候 大家都拿来绞众所税 然后真的是刷得哇哇叫 那后来呢 其实台北富邦银行就直接把这个路给封起来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额外的回馈 但现在呢 你把它绑在橘子支付里面 在小七做缴费的部分还是有回馈的 比如说水费 电费 瓦斯费 健保费 监理归费等等 其实都还是有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担心不知道可不可以的话呢 你就是拿单子去现场 然后请他刷刷看 刷得过就一定有 但是如果没有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跟他讲说 那我先不要缴 就先筹回来 请他先不要盖印章这样子 好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 因为他在2022年的下半年 他的7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活动区间 他不再是2%回馈无上限 而是变成说1%无上限 再加上额外的通路1%回馈 但是每个月上限只有5000点 所以你回推一下 大概是每个月刷50万以内 都可以拿到额外的1%回馈 所以回推就是刷50万 可以再拿到2%点数回归 就是1万点的line points点数 所以你身上有一些大笔的账单 水费电费的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 然后再小七缴费 就拿得到回馈了 好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搞错某些程序 跟某些环节的部分 你是拿不到回馈的 比如说 你到超商直接拿信用卡刷 绝对没有回馈 所以一定要绑贷局值支付 open钱包或者是femipay等 行动支付来做解任务 过一个水才拿到回馈 好 那再来是 如果你绑错行动支付 也是拿不到回馈的 像line pay没有配合 所以你在超商用line pay 想要缴税 一定刷不过 这个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第三个是 如果你绑错信用卡 都没有回馈 比如说中信 他们已经完全排除了 所以中信卡都没有 国泰市华也没有 联邦跟永丰 其实在超商所做消费 都没有额外的跌出回馈 所以这个我都不推荐你去使用 当然如果你有 这个所谓实验精神 你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前面的人都已经试过 你不用再试了 还有就是活动的结算日期 有一些是以信用卡的结账日来算 有一些是以日利月的方式去算 像OU点点卡就是日利月 所以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你自己的刷卡时间点 而不是就是这个月份同时抓两笔 那你就是有一笔是拿不到回馈的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也是提醒给你参考 那如果这10张卡片你都准备好的话 我个人相信说你接下来在下半年的部分 你来做家里面的水费电话费 然后还有电费瓦斯费等这些名声收据单据 拿来做代缴 其实就可以拿到5到10%的回馈 真的是蛮不错的 然后也提供给你参考 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都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信用卡省钱的奥秘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